的世界各种各种各种各的大象 吃个是古代的 混蛋 前刷只要 这部书里面所说的 有四样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身一心健康 身体健康 头脑清楚 第二个 它能帮助我们 制造幸福家庭 家庭都能够活目 都能很快乐 第三个 帮助你事业成长 无论从事哪一种事业 都有智慧 都有方法 帮助你起身 再往下去 就是治过平天下 希望这些领导人们 满满求物 地球是一家 决定不能够伤害地球 伤害众生 希望是能够 学习神圣的智慧 放下 对立 走向世界大头 希望这个世界 走向光明 一切用谈判 不要用武力 东方 把祖宗的智慧丢掉了 现在明白了 要把它找回来 我们相信 找回来的时候 对于全世界都有好处 所以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培养人才 能够读这个书 能够讲解这个书 能够办学校 普遍的读通 再一个重要的 就是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什么 爱的教育 世界上每一个宗教 经典上都告诉人 上帝爱是人 爱是人 就不会害是人 所以我们要接受宗教教育 把宗教教育 发扬广大 就是把上帝的爱 发扬广大 这本书 我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都找不到 就在日本发现 从日本人拿回来 那就我们晓得 这书是宝 唐朝时候 太宗皇帝 夏令变地 大唐帝国 能够在世界上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全靠这本书 那么那个时代 日本 韩国 越南 在中国留学的学生 很多 到中国来学习 被日本人带回去了 那么那个时代 没有印刷书 所有的书 都是手写的 所以我们知道 分量不独 大概顶多只有十七二十套 所以带走之后 在中国设传了一千年 现在交通方便 我们到日本去找吧 跟日本人接触 发现的时候 他们收藏的有这个书 所以我就送了我一套 我们就拿出来翻译 重新作版 所以这部书 是报我 中国人讲 修身 七家 只哭 平天下 这四桩大四 第一个 修身 是身心健康 我们的身体要健康 我们的心地要健康 身心都健康 这非常重要 这里有个东西 交给我们 然后再体现到家庭 家庭幸福 一家庭快乐 再就提到事业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你得有智慧 是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不会害人 然后走向政治 国家领导人 神领导人 信领导人 村庄领导人 通通都学会 正确的领导 不会有错误 让人民欢喜 国家富强 平天下 叫天下人 都得到公平 得到和平 不会有冲突 冲突都在这本书里面解决了 愿意赐功德 愿意赐功德 庄颜佛青土 上宝四重阿 下几散导人 下几散导人 若有些温柔 洗发菩提醒 亲自以报社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